今天我们分享的《易经》系统这个主题 仍然会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我们会从大家所想象不到的方面 来去解释《易经》这套系统 咱们这三字经里面曾经这么说 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易经》实际上是包含三部的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包含三部 但是发展到现在的话 我们只有这一本 就是《易经》这一本《易经》 《易经》和《易经》这两本 这两本《易经》 现在说它失传没有 通过一些调查 我发现并没有完全的失传 只是说不太容易找到这个系统的相关的资料 但是这些东西它被嵌到了这个文化里头 嵌到了一些民俗里头 它也是被继承下来了 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主题 我们主要是说要建立一个背景 然后帮助人们去理解这个《易经》它是什么 我们站在创造《易经》的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易经》是什么 在我接触的这个网友里面 他有一些网友 就不是一个网友 是有好几个网友 曾经提到 就是说《易经》就是蜥蜴人的那个《易》 那个《易》它就是蜥蜴人他们编的经书 所以叫《易经》 这个说法对还是错呢 首先我觉得不能否定这种说法 另外一点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说 蜥蜴人 蜥蜴它有一个特点 蜥蜴的特点呢 就是它善于变化 比如说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学过《变色龙》这个课文 这个《变色龙》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能够根据周边的这个颜色呢 自动地改变自己身体的颜色 这个特点就是《易》 它善于变化 然而《易经》呢 它本身讲的就是变化的这个经书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说这个《易经》是蜴蜴人编的 这个话 这个说法不能否定 它是有 它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这个呢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这个蜥蜴呢 它们的这个优越性 它们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 而改变自己 它们能够适应周遭环境的变化 相对来讲的话 它们就更容易 相对来讲 它们就更加先进一点 因为蜴蜴的这种特点呢 就是让蜴蜴人呢 相对来讲 比较先进一点 不是那么容易被淘汰 所以说呢 它蜴蜴呢 就往往呢 容易成为这个领导者 当然了 就是蜴蜴的高级阶段 就是龙了 然而呢 我们中国人呢 正好是龙的传人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基因里面呢 是 也是有这样的优秀的基因存在的 然后我们中国人 我们昨天分享的这个主题里面 融合这个话题里面 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能够 能够不断的 我们能够根据 根据这个环境的改变 然后不断的调整自己 适应环境 这个就是 这就是咱们中国中华民族的一个 优良的这个特点 就是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内 大众对这个 对一经的认识啊 都是很片面的 而且呢 大多少都是用 因为一经啊 都是用来这个进行占卜 和这个测字算命的 他们把一经都应用在这些方面 如果说是 仅仅停留在这些方面的话呢 那实际上呢 一经呢 它的作用呢 并没有被发挥出来 反而呢 让人们就是增加了这种 迷信的这种色彩 依我对一经的这个认识和发现呢 就是 我们如果能够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 反而呢 并以去进行测字算命 效果更加更加好 在这里呢 我不打算去讲 就是说一经东的每一挂 我想花时间来介绍这个 就是我的这个 学习的这个体物 我买过很多一经的书 我买过很多一经的书 那这些书里面呢 大多有一有一部分书啊 都偏重于去去考考证 考证哪句话 从哪个书里面来的 是谁写的 等等的诸如此类的 这些这些考诀和考证 对真正就是应用一经 实际上没有多大 没有多大帮助 然后呢 买了另外一些书呢 它主要偏重的讲的就是 一经中的每一挂 你看这六一经呢 它像分成六十四挂 它呢 这些书里面会讲 这个六十四挂 每一挂 它的这个含义 每一摇 它的含义 他们会花 他们会大幅的篇章去讲 这每一挂 它的含义 每一摇 它的含义 我呢 也花了时间 去认真的去研究 它这个每一挂 每一摇 它的含义 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去研究它 但是要把它记录下来 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记 把这每一挂 都记下来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 你把这个挂序记下来 你把它每一摇 记下来 这个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很努力的去学习 每一挂每一摇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突破 后来呢 我就 后来我就这个 后来我就 我就我就问自己啊 我就是说 我能不能够从源头上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 为什么说 胡锡啊 周温王啊 周公 周公啊 这些人呢 他们能够理解译经 他们能够创造译经 或者是编撰译经方面的这个书 为什么我就不能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老百姓 我就不能像他们一样 去编写一个译经这样的经书出来 虽然我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还是无法理解 然后呢 因为这个在大脑中输入了很多的知识 其实在学习译经的时候呢 首先会学习这个落书 和图 然后呢 我的这个知识比较庞杂 我还研究了西方的这个幻方 这些这些理论 我都把它输到脑子里头 然后呢 突然有一天就 突然有一天 我就 我就突然就问自己 我自己 因为我们在学习义经的时候啊 他会讲一个先天卦 中天卦和后天卦 他们这些卦呢 是存在一个卦序 我 你这把这个拔卦啊 把它排列在这个圆周上 它实际上这个排列顺序啊 是存在很多种的 那为什么说 先天卦就用这个顺序 中天卦就用那个顺序 后天卦就用那个顺序 为什么这先天中天后天 这个卦序是确定的呢 而不是说是随意 随意摆放的 它其中有什么规律存在 然后我就思考 这个它这个卦序的问题 它是按照什么原则 来排列这个卦序的 然后呢 我就把它放入了这个坐标系 放入了直角坐标系 每一个卦 就我们知道这个卦 它都是二斤制的 它是我们 我们如果用二斤制这个 这个来表示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0,1,2,3,4,5,6,7 来表示这八个卦 然后呢 我去观察 它们这个排列的 这个之间的这种联系 当然它这个排列呢 最重要的就是遵守一点 就是要对称 就是左右要对称 上下要对称 就是对称关系 是它这个八卦中 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八卦的排列呢 要满足一种全对称关系 就是它不但要保证 上下对称 它要保证 这个左右对称 还要保证 在斜向上对称 就是45度角和135度角 这个方向上要对称 那就是说 它是一个全对称图案 如果说呢 是在一个方向上对称的话呢 最简单 就是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要在两个方向上 三个方向上 四个方向上 同时对称 这个图形 怎么做 然后呢 我就 然后我就晓得了 就是它讲这个 洛书和和图的 这个含义了 这个洛书和和图的含义呢 就是说呢 它同时满足 在任意方向上的 这种对称 当一个对象 当它已经分类的时候 当它分类成八份的时候 那这个八份呢 它对应的这个能量 它们是要存在一种 稳定的关系 存在一种平衡关系 这种平衡关系呢 就是一种全对称关系 这种全对称关系呢 它就对应的是这种 幻方的这种原理 上面这个图呢 就是幻方的这个排列 它这个排列有什么讲究呢 就是它呢 在水平方向上 数值方向上 和斜向上 像加 它这个数字啊 都等于15 大多数研究这个幻方的人呢 就是仅值到这一点 就是它仅仅值到这个幻方呢 它那个横向 竖向 斜向 相加这个数字啊 都等于 都相等 都等于15 但是他们不知道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们这个图中 图中 绘制出来的这个 佛教的这个 这个万之佛中的 就是每一条边 它们两个相 两个数字相减 都等于5 也等于中心数字这个5 这个幻方呢 我们看起来 它是一个静态的方 但是实际上 如果仅值到这一点 是不够的 这个方呢 它有它的运动性 还有它的这个不动性 这是我们要讲的东西 我在网上见到一个网友啊 他这个形容 还是比较窃窃的 他就管它这个东西 叫不动波 所谓不动呢 就是说 它是静止的 但是波的话呢 它它是运动的 所以它管它叫不动波 这就是这个幻方 这个形容还是比较窃窃的 它既是动的 又是不动的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会儿我们 一会儿我们详细的讲这个 方面我们提到了 这个不动波 提到了不动波的话 我们就得把这个 这个《易经》里边 描述的这个模型 我们要 这个太极模型啊 我们要把它 就是引入进来 太极模型呢 是这个 是这个《易经》的这个 它所描述的这个对象 所以说我们在研究的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 一定要知道自己研究的 《易经》呢 是研究的这个太极模型 而不是研究的每一个 每一个分卦 就是说那个每一个分卦 都只是它的一个片段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学习《易经》的时候 脑子里始终要有一个对象 就是什么是无极 什么是太极 然后什么是这个阴阳语 什么是八卦 这些基本对象 要分清楚 不要把八卦都认为 不要把八卦或者六十四卦 认为你就是我们研究的 这个《易经》的全部 我们要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系统 来进行研究 研究这个系统的时候 就要找到这个系统里面的 这种基本对象 《易经》呢 所谓的《易经》呢 它就是研究这个变化的这种书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就是说它通过《易经》这本书呢 它就描述了物质 或者是说咱们现在所说的 原子或者是量子 这种基本对象 它呢从一种状态 变成另外一种状态 这个它是怎么样一个 演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谓的无的话呢 用数字表示的话就是零 所谓的太极的话 表示的话就是一 所谓的这个 太极生两一 那就是从一变成二 然后两一生四象 都二变四 四变八 这样的一个过程 变化的过程中 是从零变成一 然后从一变成二 从二变成四 从四变成八 如果我们把中间过程 跳过去的话 那就是从零变成八 这个过程 我们把这个中间过程 跳过去的话呢 吃 那就是说 但在它变化过程中 最初的变化的那个对象 它已经消失了 它是重新生成了新的东西 那就是说 它破碎了 它破碎了之后 然后变成了 变成了这样的 八个东西 但于是从始这种说法呢 又不是很准确 因为什么 因为从零变成八的这个结果呢 这八的这个结果 这八个对象 最终它下降 或者下跌的 降伪的这个过程 它降伪完之后 这八个东西 它仍然是一个整体 它并没有真正的破碎 它是看起来是 看起来是分离的 但是实际上呢 它们组在一起是完整的 也就是说 就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啊 如果你用分裂的眼光看的话呢 它这个最终分裂的 这八个对象呢 都是独立的 但是呢 你如果用通一的眼光去看的话呢 这八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它据携带有原初的 那个太一的那个信息在里头 我们在这里面描述的时候呢 有一个困难 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地切换 我们的角度来视 角度和视野 来去看待这个模型 或呢 我们来就是 无极这个状态来看的话 那么就是 所有一切的可能都存在 还有无限种可能存在 但是呢 在这种状态下呢 自己又不知道 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存在 所以说这种状态下 它就是属于一种无限的状态 但是没有觉知的 但是如果有了觉知之后呢 到了一这种状态的时候呢 它就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它自己 它是一个整体 它没有分离 但是当这个一呢 完整的这个一经分离的时候呢 到了二这状态呢 它会互相看到另外一个自己 到了四这种状态的话 那其中一个能够看到看到其中三个 他们互相就是觉得自己都是分离的 同样的分成八份或者分成十六份 一次分下去 同样的都是 就是大家实际上是有一种有一种隔断在里头 但是 但是呢 当你去切换自己的这个视野的时候 切换到 把你的视野重新 重新当成一个整体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跟其他人实际上是一起的 是一个整体的 但是呢 这个 但是有其他的这种对象 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处于一种独立的状态 从零到一 然后再到八的这个过程 分裂出来的这种结果 这是展现出来的八个不同的面向 出于八个不同的自己 这个呢 相对来讲的话呢 能够自己呢 能够看到更多的自己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分裂的过程呢 就是当它不断地已经分裂的时候 它这个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分裂的对象与对象之间 它们会产生关系 产生关联 然后呢 它们会 它们会进行演化 这种演化呢 就会产生多种 多样性 就产生很多多样性 这个呢 会让这个 最终的那个一 它会体验更丰富一点 我们是想用这样的视角 来描述 这个我们在研究这个 这个疫经的时候呢 不能去独立地去看待某一卦 我们要把它当成 我们要不断地切换自己的 根据自己的需要 要不断地切换自己的视角 然后来 来判断 来判断 和预测 你所想体验 和想要达到的目标 和目的 这个说到这话的话 都是说了 可能会把大家说晕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 就是在经营分裂的时候 实际上存在两种 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拷贝自己 然后分裂出去 分裂成两 分裂成两个自己 另外一种呢 是把自己一分两半 这种分裂 这是有这两种分裂方式 这里边研究的疫经呢 就是把自己一分两半 就是 我当它经营分的时候 是分出来的是碎片 不是拷贝的 它是分裂出来的碎片 但是这个碎片里面呢 它 它 它携带了有一个 携带了有一个锁引 我们管它叫锁引 或者是叫引线 它连接着整体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它虽然是碎片 但是它 它有那么一个线索 连接着整体的 这样一个线索 存留在它那里面 说到这儿的话呢 我们要重新拉回来 重新拉回到这个 不动波那个 那个那个地方 我们 我们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不动波那个地方 我们从那里面来解释 这个 这个换方和疫经 这些那种关联 我们仍然用这个换方 来解释这个疫经 这个换方呢 它是三乘三的 是 里边是有九个数字 我们八卦呢 是对应的是八个数字 这 它这个换方 跟我们的八卦 是怎么关联起来呢 我们用换方的原因 就是其实这个换方 跟那个 跟那个洛书是一样的 但是咱们洛书里面呢 它是用这个圆圈 一小圆点 它来代替的 大家可以仔细辨识一下 就是它 就是说我们中国 它是用的是这个图形 然后 这个西方呢 它是用具体的数字来代替的 它两个字表达的东西 是一模一样的 换方的这个九个数字 怎么跟这个八卦的这个 这个八卦对应起来呢 这首先呢 就是这个换方中的 这中央这个数字 这个五 这个五这个数字 它是中性的 这个数字呢 这个数字 它是中性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中性数字 把它去掉 因为当它进行变化的时候 这个五这个数字消失 然后呢 它 然后呢 它分裂成了 这个五消失之后呢 它分裂出来的八个对象 这八个对象呢 携带了有 这个最初的 原初的这个对象的 它的信息的碎片 然后呢 构成了八个对象 构成了八卦 再来观看一下 这个 这个原子的 这个振动的 这个模型 这个原子 这个振动的 这个模型 它基本的 它的基本运动规律 就是扩张收缩 扩张收缩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在扩张的时候 相当于中心的 内部的高压的这种能量 扩散出去 然后呢 它的压力减少 能量级别减降低 然后扩散出去 分裂出来更多的对象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上面描述的 从零到一 然后从一 到二 从二到四 从四到八 这个过程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 扩散的过程 扩散的过程 它从中心的高压的这种 开始扩散出去 它减压 但是分裂成更多对象 那么这个过程叫什么呢 这个过程就叫 易 就是所谓的变化 这就是易因它所研究的 基本的对象 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换方的这个变换过程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动画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 它并不是说是水平方向的 伸缩 水平方向 它并不是水平方向的 这种伸缩和扩张 它是旋出去的 它是以螺旋形的方式 旋出去的 这个旋出去的这个过程 就是螺旋 就是螺旋 它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旋 怎么样旋出去的 你看你见到过龙剑峰吗 就那样旋出去的 就那样旋出去的 不是说水平方向 那样那样 哗哗哗哗就出去了 它是它是以螺旋形的方式 旋出去的 它对应的这个模型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上面这个图片 看到的这种模型 那个水那个水那个漩涡 它都是这样 符合这样的运动规律 它有一个有一个纪录片 叫兴盛 那里面呢 对这个对这个模型啊 反复的讲 反复的讲 讲了好多次 然后呢 我这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视频是帮大家 来理解这个漩涡 它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呢 我上面给到的这个漩涡 它是指的是 我们在我们一 在三维世界 我们去观察 这个漩涡 我们看到它的结构 那么它这个结构 是类似于苹果这样的结构 但是呢 如果你用四维的眼光 去观看这个漩涡 那么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思考呢 并不是说要让你 一定要让你得到答案 我们想通过你的这个思考 来告诉你 这个模型呢 它自己不分上下 不分内外 不分左右 它是一个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用简单的这种模型 说这个这个这个螺旋的话 那就是那个莫比乌斯带 我们我们我们知道 有很多人是研究过 这个莫比乌斯带的 这个莫比乌斯带 你说这个莫比乌斯带 它有内有外吗 它它内部可以转到外部 外部可以转到内部 是内外通一的 这种状态 这个莫比乌斯带是什么呢 这个莫比乌斯带 就是一个螺旋 它就是一个螺旋 前说到过 这个三维一体的 这个这个这个概念 这个三维一体呢 这个它对应的模型 其实就是那个莫比乌斯带 这个这些呢 是那个莫比乌斯带的 这个把它平面化的时候 把它平面化之后 这个看到的 这样的三维一体的 这样的结构 本质上呢 它是一个内外 这个通一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其实这个目的呢 是为了来说明 那个不动波那个模型 这个这个不动波这个模型 就是说 它就是介于动和静 两种状态之间 你让它动 你说它动还是动的 你说它静就是它静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来分享一些图片 然后呢 你把它打开看看 这些图片 它到底是 到底是动土还是静土 大家打开 仔细看一看 它是动的还是静的 这上面我分享出来的 两个图片 就是你把它打开 观察一下 一定要打开一下 不打开的话 那个可它是不动的 你打开 你盯到哪 它哪动 它就那么个情况 说这个图片呢 它是 你不盯它的话 它不动 你一盯到的话 它就动了 这是什么原理 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我们观察到某个东西动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那个东西它本身在动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自己也在动 就是说另外 虽然那个东西是静止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动的话 另外一个东西 它就会动 我们通常的观念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自己 坐着不动的话呢 外别的东西动的话 我们自己看 我们会发现 外部的东西在变 但是今天 我们给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坐着不动 然后你盯着它 虽然你不动 但是呢 你盯到那个对象的时候 它 你那个图片 它就是一个静态图 但是你盯着它 你盯到哪 哪动 它是这么一个现状 比如说 虽然你没动 另外一个也没动 但是你感觉到 另外一个对象 你看到那个对象 它动了 这是很奇怪的吧 那是谁在动呢 到底是图在动 还是你在动 比如说 有的时候 你认为你坐着不动 但实际上你在动 就是我们想说明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现在我们就要 就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 就是说呢 我们感知到 外部世界发生变化 有两个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就是外部世界 确实发生变化了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 外部世界根本就没变 而是你自己变了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第二种情况 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 大多数人 就是认为 是一直是外部世界在变化 其实你 虽然坐着不动 你不思考 但是 实际上你在动 那么到底是谁在动呢 是对于我们 这些人来讲呢 外部世界发生变化 我们还是比较容易察觉到的 但是自己内心深处发生变化 我们这些人是绝察不到的 这就是个问题 这个就是修行中 很难克服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静止不动 实际上 其实你一直在动 就怎么样 能够达到这种禅定的功夫 能够真是把自己 在坐禅的时候 真是把自己定住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真正要做到 做到这个 就是 没有 没有 这个不会齐心动念 让我们今天讲的是易经 我们不说禅定 我们讲的是易经 我们讲易经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动呢 必须有两个东西存在 一个东西 感知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呢 他 他呢 他本身像是 他是一种 他是一种矩阵 两个对象 比如说我是一个矩阵 然后你是 另外一个对象 他是一个矩阵 这两个对矩阵之间 可以相互感应 当我去感应对方的时候呢 那这种参照关系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会感知到 这种变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去 我们又获得感受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我们怎样 我们是怎么样 获得这种感受的 就是说你怎么样 去察觉你这种感受 像我的话 我就现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 我是有点头疼的 我说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 一旦想把这个 你说清楚的时候 我就会很迷惑 但是呢 我也想试图去 告诉 让大家有一些新的发现 比如说我 我是认为 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们去感受的时候 实际上是 我们 我们要去感应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发射一个波出去 当我们去感应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像内心深处会 会发出一种信号 发射出去 然后作用到那个对象上 然后作用到那个对象上之后呢 然后他会跟另外一个场进行叠加 叠加之后呢 会返回新的波回来 反射回来这种波呢 然后再自己被自己的这种 这种感受矩阵重新接受 然后再 在察觉区的变化 这个呢 就是自己的感受的 产生感受的 这个过程 到这里的话 大家肯定是有收获的 但是呢 就是呢 我们 我们可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我觉得 不知道怎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除非你自己 自己领悟到了 这个很难把它讲清楚 然后我们这边说这些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想 想把这个不动波这个东西 给它 给它说一说 然后呢 就是来 我们来去 去来把这个幻方呢 就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它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讲这个话 我们再说这个幻方 我们再把这个幻方 再再再透一透 看一看 然后让大家有一些新的发现 当我们提到这个幻方的时候 首先我们现在就知道 这个幻方它会动的 它是 它是不是说我们 我们常规认为 它是一个静止的观念 我们现在 刚才做了那么多铺垫 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 这个幻方它会动 它会动 它自己在转的 它是在不断的转的 它 它是在不断的转的 同时 它又是静止的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要说明 它是静的 又是动的 它是 这两种状态之间 我们要把它说清楚 上面给出来一个 洛书朔礼 机有图之机图 正选 这样一个模型 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模型 看看有什么特点 然后呢 我们又给出来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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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 数理图的 这个偶图 逆旋 我们给出来这两张图 然后大家对比一下 看看发现这个 有什么规律在里头 再好对比 我把 我把这个图 我把这个机图和偶图 和在一起 然后还有那个 构定里的 我把这些图和在一起 然后大家对比 这个机图呢 都是用三乘以这个 三的n次方 然后呢 看后面的这个数字 看他那个后面 末尾那个数字 在这个 在这个机图中啊 就是三乘以这个 三的n次方 在这个图中呢 呃 他那个末尾那个数字啊 他都对应的是这个 这个换方中的 这个 这个 呃 这四条边的 中心的那个数字 下面这个偶图里边呢 他是用 二乘以二的n次方 这个 他对他末尾那个数字啊 对应的是这个 这个换方的 这个四个角的 这个数字 而且这个序列都不变 里面呢 为什么要用二 为什么要用三 就是去乘 呃 我们知道 就是说 二和三呢 是角小的 最小的 最小的这个数数 或者叫质数 呃 一个是一个是速 一个是哦 一个是这个哦 哦的这种数数 就是他是 因为他是双嘛 然后那三 他是单的嘛 他 他是 这是两个 两个基本的 这个 两个数数 是两 两个 两个质数 他是最小的 最小的一个 最小的两个数数 一个是 一个是单的 一个是双的 就这两个数数 然后他 在 在 在旋转的时候 跟那个序列 他 他乘下去的话呢 他保证他末尾的 那个 那个 那个数字 他那个序列不变 呃 另外 另外呢 就是说 为什么要用乘法 就旋转的时候 要用乘法 就水平移动 是要用加法 就是 这一点要理解 呃 就我们想说的 我们想说的 就是说 这个乘法呢 它对应的是一种 旋转的运动 我们想说的 就是说 这个乘法呢 它对应的是 旋转的运动 这种加法呢 它对应的是 这种平移的 水平 或者数向移动的 这种平移的 这样的运动 他用的是加法 呃 简单的说 就是乘法 对应的是旋转运动 然后呢 这个加法 对应的是平移 这种运动 看那个加号 加法 那个加号 那个加号 X方向 和Y方向 它水平方向 和数值方向 它那用的是加号 就它代表的是 它代表的 就是说 它是这种平移 然后呢 那个乘号 那乘号 你看它是 它是加号 旋转 旋转了之后 它 变成了这个乘号 那当然了 我们这样解释 肯定是不够的 那就是说 你要理解 要理解加法 对应的是旋转的话呢 要有一点这种 那种线性带缩的 那个知识 你如果对那个线性带缩 有点理解的话呢 就你会感觉到 你能够感觉到 这种乘法呢 它实际上是对应的 它对应的是 是 是这种旋转运动 嗯 在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有困难的 就因为 因为 因为在这个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啊 就是 就是西方的学者 还是 他们在认知上 还是有一个欠缺 啊 有一个欠缺 理解就是 成法对应的是旋转运动 加法对应的是平易运动 在这个问题上 首先是要 我们要谈这个坐标系 这个问题 这是西方 西方呢 就是我们中国 就是我们中国从来 我们中国没有坐标系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 数学里 数学系统里面 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是没有坐标系的 但是在西方 这个西方 传过来这个数学里面呢 它是有坐标系的 而且这个坐标系 存在两种 一种坐标系 对应的是直角坐标系 另外一种坐标系 对应的是这种 急坐标系 上面这个是直角坐标 直角坐标系 也叫迪卡尔坐标系 下面的这个坐标系 我们管它叫这个 急坐标系 这个直角坐标系呢 它实际上对应的是巨型 它的特点呢 是这个坐标系 它是开放的 它在X方向和Y方向 它呢 都是无限验身的 而且呢 这个这个这个 它描述的这个平面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均匀的 连续的 扩展开来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平面 就首先 它在定义这个坐标系的时候 它已经把这个空间的 这个属性给定义出来了 就是说在这个迪卡尔 他在定义这个直角坐标系的时候 在他对空间 他假想出来的这个空间是什么样的属性 然后他依此来定义了这个空间 它的坐标系 然后用这个坐标系就把这个空间的 它的 它的性质就给定义出来的 然后他们又 就在这个词的基础上 他们去 去发展什么旋论 等一系列的这种理论 那就是他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假设 如果他没有假 他们 没有意识到 他们在 他们在假设上面 在假设这个 这个坐标系的时候 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然后呢 他们 其实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呢 有一些问题他解决不了 他解决不了 然后他就又定义了另外一种坐标系 就叫急坐标系 这个急坐标系 相对于这个直坐标系 它有一个特点 就这个急坐标系啊 呈现出周期性 呈现出周期性 呈现出全息性 因为它只有一个轴 它只有一个起点 这样一个轴 这个 然后360度 它是这样定义的 那 那就是说他 这 这个 他对应的图形呢 实际上是一种圆形 他定义了这两种坐标系 来解决他们在数学中 遇到各种问题 实际上这两种坐标系呢 都是在先天上 已经就把空间的这个属性 给定义好了 给定死了 然后他们又借助他们先天定义好的 这个不完整的这种坐标系 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本质 应该有很多人是对这个欧拉 是实际上十分熟悉的 这个欧拉呢 它有一个十分著名的这个公式 就是全体自然硕的和 等于负的十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 加到无限大 它最终结果等于多少 最终结果等于负的十二分之一 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他这个答案 你你你觉得对吗 那那这是有真实的数学推导的 真是等于负的十二分之一 这不是这不是拍脑子拍出来的 这个是人家这个扎八经窥导出来的 就一加二加三加四加到无限大 它等于负的十二分之一 这是有手稿的 你自己推算一遍 按照他那个过程推算一遍 没毛病 真的是等于负的十二分之一 这个公式呢 有没有用 在这个物理研究上有没有用 它真的用上了 就是原来 就是在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 物理学家 他们在寻找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 这个通一理论的时候呢 最后呢 就是说他们发展出来这个旋论 但是呢 他们物理学家在 就是利用这个旋论的这个理论呢 解释光子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一个 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他们在定义的时候 他们是定义的这个 定义了有光子 就是他们认为光子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呢 当他们利用这个 他们的旋论进行推导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 这个光子啊 这独立的光子 竟然是发散的 这让他物理学家啊 就他们就 他们就就就就就就头疼了 所以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实实在在的 这种光子 它这么会出现一个发散的结果 这让他们很头疼 也就是说呢 他们用他们的理论来否定他们自己 本来是就是说 认为光子是实体 但是推到的结果呢 就是说 光子是发散的 这与他们理论本身是矛盾的 这个让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然后这个物理学家 他反复的推导他们 反复的检查他们在推导的这个过程 他找不到问题 突然有一天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物理学家 他突然想到了欧拉这个公式啊 他们就把这个欧拉的公式 带到里头去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说 呃 出现的结果呢 就是那个那个发散的发散的情况 消失了 无穷大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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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情况 它消失了 他计算出来的空间的位 位数是正好是十位 再加上一位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时空是十一位的 那个加上的一位 是加上的一位的时间 他他们推算 这个旋论呢 推算结果这个宇宙时空的 位数是十一位 然后这时候呢 这个旋论呢 就哦 就对到很多人的认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就在于他们 就是西方定义的 这个这个坐标系系统 不完备 他定义的是量 他们他们定义的是 有两种坐标系 一种是这种直角坐标系 另外一种是这种极坐标系 这两种坐标系呢 他们没有把它通一起来 所以说呢 他们出现了 他们他们遇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在研究时空之前 他们却用他们研究的这个坐标系 毕竟先天就把这个时空的 这个本质的特性给定义好了 然后他们又在这个基础上 去研究他们所谓的这种旋论 最终呢 他们推算出来一个结果 又否定了他们自己 实际上呢 他们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他们没有通一他们的 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 没有把这两种坐标系 同一在一起 然而呢 我们咱们中华文明里面 反而呢 把这两种坐标系 给结合在一起了 可是 可是这种结合呢 在这两千年的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呢 并没有成为我们 这个说学教的资本 就是虽然我们有先天的 这样的知识存在 这个知识呢 就是所谓的 就是那个福西的六十四卦方圆图 就是这个 这个知识系统在 但是呢 我们的中 我们这个文明里面呢 没有把这个 这套坐标系给发扬光大 上面这个图呢 就是研究意境的人 他必须要搞懂的 这张图 就是六十四卦 福西六十四卦方圆图 这个图呢 它里面包含有 直角坐标系 和极坐标系 它把两种坐标系 同一在一起 然后呢 构成了这个六十四卦方圆图 它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坐标系统 就是一个坐标系统 它是就是一个 全息的坐标系统 另外呢 就是说呢 我们要把这个卦像啊 我们 因为它们对应了一个 这个 这个 汉语里面的这个 这个 这六十四卦呢 是让我们非常不好记忆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它每一卦对应什么 它每一卦对应的是一种颜色 我们现在把这个光谱拿出来 我们把这个光谱拿来套上去 它的每一卦就对应的是一种 一种 光 一种颜色的光 实际上它是一种光谱 我们可以把这个六十四卦方圆图 六十四卦 因为是把光 分成六十四种颜色 然后每一卦代表一种颜色 我们可以这样去认为它 这个光呢 像是这个光呢 在就是我们如果再用这个五极 到太极 两一四相八卦 这个去分的时候 像光相本身是白色 这种光 像无色的 它 但是它透过三轮镜的时候 它会 它会折射出来七彩红 七彩光线 那实际上是 它实际上是 就是说 当这个光呢 当它分裂 当它被分散开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每一个片段 那我们就用这个片段来代表某一卦 我们可以去这样去理解这个一晶这个模型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去理解这个一晶这个模型 就是现在的 就是说 你从市面上你买到的书 它不会给你讲这些东西的 它们会给你讲那套理论 讲那套很复杂的理论 它会 虽然我们不能说它这个是错误的 但是它那个实际上是 肯定是对你来讲的话 你肯定是摸不到头脑的 你其实研究很长时间 也搞不清楚它这套体系 它就是我们把它跟这个创造体系 给它关联起来 这样的话能够帮你去找到这个 找到入口点 你当你想深入的 就是我们在最宏观的层面 把这个东西给你讲清楚 这大背景给你讲清楚 然后就是我们站在创造角度 可以讲这个东西 当站在发明这个角度去讲这个问题 当你理解了这个大背景 你再去研究这个西部 实际上是很容易 你需要的时候查询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这上面这个64块方言图 它中间这个方 它对应的是空间 上面那个圆周 对应的是时间 它把这个坐标系 给同意到一起了 它把这个时空这个坐标系 给同意到一起了 这个福西这个64块方言图的 这个它本身设定的这套坐标系 它呢 它实际上是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厂的这种研究了 就是当我们进行这个 这次厂 次厂这些厂的研究的时候 我们要 我们应该 我们我们国家应该 建立新的坐标系系统 建立新的这个数学系统 把直角坐标系和直坐标系 重新在一起 形成一种研究的这种 这种坐标系统 把时间和空间 都给它那个 融合在一起 来来研究这个物质世界的各种变化 各种现象 各种规律 用它来进行研究 是是是容易得到答案的 是容易有突破性的进展的 怎么样来说明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认为 这个东西在运动 十字月星辰在运动 实际上它是在变化 它是在一个场内不断的变化 这种变化呢 它产生了某种连续性 然后我们误认为它是在运动的 实际上它是在场内的这种 叠压之后产生了一种变化 它压根就没动 它只是一种变化 它只是一种创造和显示 就像我们 它跟我们在电脑上显示这种运动 实际上是没没什么两样的 它跟你带上VR装备 你坐在车里面不动 然后你驾驶车辆在运动 它是一码事 实际上你本地是没有进行运动 只是说因为你 因为我们割裂 把时间和空间割裂开来之后 导致认为我们认为自己在在在运动 它就是这是 它因为不通一才产生的这种 这种这种感觉 我们把时间和通一空间 通一在一起 我们把直教素标系和极度标系 通一在一起 那就没有了这个问题 它就通一了 然后我们再用它来进行研究 这个物质世界 这个物质的这种运动变化 那较容易能够得到 这个正确的答案 能够有突破性的这种进展 在这一块呢 那个西方有一个学者 当他是 他是玩金融的 他这个叫姜恩 他是 他因为他去了去了那个印度 然后他也获得了类似六十苏法方言图 这样的 这样的 知识 他呢跟那个六十苏法方言图是一样的 他找到了其中的规律 然后他用来进行金融上的这种预测 在那个年代 就是因为金融在出去的时候 没有操控的不那么厉害 那种情况下呢 他用那些方法呢 还是进行了比较准 比较准确的这种预测 因为他像是按照这个事物的这种成长 衰退的这个规律 来进行预测的 这个预测的还是比较准的 我们重点不是来说 让你获得这样的一个线索 去研究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说这个 我们在研究异性的时候呢 就要知道这个 这个极桌标系和 极桌标系和这个 这个极桌标系它存在一起 它十分必要的 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研究 当大家了解到这里的话 就首先就是说要 首先就是不能够对中华文明的这种 这种术学方面 觉得我们落后于西方 实际上并不落后 我们实际上是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东西 但是呢 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在近两千年中国这个 发展当中呢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 嗯 没有成为主流 可能是知识被一小部分人所掌握 他们是通过口头的方式 来传授没有相关的系统的资料 其实有也都是被私家所掌握的 嗯 不过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命盘呢 罗盘呢 就是不搞搞风水的 或者是搞算命的 他们用的这些盘都是 也都是这样的模型 这个符合这个 符合这个 这个宇宙的这个基本规律 然后呢 我们就再说这个 构股定理 构股定理 研究易经呢 还必须对构股定理 要有所了解 当西方术学体系很复杂 然后呢 咱们中方里面呢 这个是你学这个 中国的这个术学算数 叫算数 九章算数 就它这里面最重要 它强调了就是说 把这个构股定理啊 摆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 这个构股定理 这个构股定理 是我们这个中华这个算数的 这个一个核心 核心的公式 你说这个构股定理重要不重要 这个构股定理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式 因为我们传统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 我们说这个 方圆文化 我们我们传统文化 是有这个方圆文化的 我们还说 画圆为方 或者说画方为圆 你怎么样把方 方画成圆 它是是是 这是其中是什么道理 就是说你肯定听听听听听 听到过很多次 对方说方就是圆 圆就是方 你怎么样说方就是圆 圆就是方 上面这个图就是构股定理 构股定理很简单 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这个就是构股定理 这个构股定理里面可包含了很大的学问 首先如果你对万科了解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万科那个logo 就是用的构股定理 上面这个图就是构股定理的 我们我们这个 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对构股定理的这个 这个集合图形 这个这个 大家对照一下那个万科那个logo 我们上面在说这个旋 换方的时候 像我们考 我们说到了这个旋转 我们说到了这个旋转 像它这个旋转 它是不断的这种旋转 它是出一种不断的这种旋转状态的 这个因为它在旋转的过程 其实是一种创造的过程 它也在并且在创造的过程中 遵守能量守恒这样的法则 并且这个法则呢 就是这个构股定理 实际上是这个构股定理 就是一种能量守恒的这样的 这样一个法则 旋转的过程 我们就用下面这个图来表示了 主要只能是这样 其中一个线索 因为这个深入的去理解它的话 你要去理解它这种模式 它这种模式 我怎么样去说呢 它非常 就是你要去体验到那种创造的 那个旋转的那个模型 就那个模型 你体验到的时候 它是 首先就是说 因为它这种旋转 就是我们 你看我们汉字里面经常起到一个旋 我们旋就是吊在那里 就是上面那个点 相当于就是钉在天花板上 然后它旋在那里 它旋在那里 因为这里 我根本就找不到原点 所以说 所以说呢 它是始终是出在一种运动的状态里头 它到底 一个是首先是就是掉在 掉在顶上的那个旋子 然后一个是旋转的旋子 它们俩是同一个音 它们在展现的 就是这个音呢 它表达就是这种 这种意念 这种意念 这种意念下的东西 然后它是连通的 它是连通的 它呢 就是符合这个 所以这个旋呢 就是勾股定理 它对应的就是勾股定理 它的运动法则 就是这个勾股定理 然后当我们说勾股定理的时候 你能够感受到这种 这种旋转的这种创造变化 并且它尊重的这种法则 在里头 如果我们把方当成静止的话 那么圆它就是运动的 我们可以这样去认为 那么这勾股定理里面 为什么说这勾股定理 它具备了画方为圆的这种能力呢 首先我们来看勾股定理的这个公式 公式里 这个公式呢 比较简单 就是A平方 这里面有一个跟 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那A平方 A平方它对应的图形 是不是个正方形 是不是正方形 B平方对应的 是不是正方形 是正方形 C平方对应的 是不是正方形 是正方形 就是说当我们把 当我们把勾股定里面的 这个公式面的A平方 B平方 C平方 用正方形来代替的话 就是两个小正方形 相加等于一个大正方形 它是不是方 它是不是 是不是方 它能量叠加 叠加成一个更大的方 两个小方 这是能量块 两个能量块相加之后 叠加完之后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方 更大的能量块 大家对那个圆的方程式应该是也是十分了解的 那个圆的方程式 X平方 加Y平方 等于R平方 看看 这个勾股定理 对应的公式 跟那个圆的方程式 一模一样 我们的勾股定里面 它描述的 它是一种体坐标思维 体坐标思维 就是它没有圆点 它就是体 体一期间叠加 然后成为一个新的体 这个时候没有坐标圆点 没坐标圆点 它就是能量叠加之后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新的能量块 我们这个宿 我们这个宿主时空有没有圆点 你能找到圆点吗 一个静止能供应那个圆点 就是第二坐标系那个欧点 或者说极度标系那个欧点 你能找到吗 找不到 根本就没有 所以说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根本就没有坐标圆点 这个概念在里头 我们都是直接的 就是能量和能量运动 等于新能量 它就这样一个变化 大家在看 大家在看这个 就是这个西方的 这个数学理论里面 就是当这个 当这个圆的方程 当原的这个方程 它的这个 它的圆形是 是坐标圆点的话 它对应的方程是 就是X平方加Y平方 等于R平方 它这上面的这个XY 它都是相对于坐标圆点的 是相对于坐标圆点的 我们那里面的那个 我们那边的那个 那个A呀 B呀 它是数量 它这里面指的是坐标 它是有个相对关系 是相对圆点的 实际上就是说 它这边XY是描述的是 圆周上的点 它用圆周上的点 来描述 它们的这个圆方程 它是两种思维方式 是说那个 就西方 它在描述这个圆方程的时候 它们是用坐标来描述 这个物体 我们在描述的时候 我们不是用坐标 我们是用体来描述 我们直接用体来描述的 用的能量来描述的 我们跟它们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当我们说方和圆的时候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 我们看它是方 但是我们站在那个角度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圆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头 我们说方就是圆 圆就是方 这是因为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结果 我们为什么就是如此隆重的来说 这个方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说明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二的重要性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方来说明 这个二的重要性 因为方就是所谓的平方 所谓的平方就是二次方 那么就是说这个二呢 它展现出来了它的重要性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去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始终以数字二为中心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贯穿起来 去理解这个一经是什么 你看说到这里的话 我们终于把这个二 这个数字二的重要性给引出来了 这个二重要不重要 二非常重要 它是我们理解这个 这个一经的核心 因为一经本身它是二进制 二进制这套系统 因为它本身就是 因为研究太极实际上是研究阴阳的 阴阳就是太极变成阴阳的时候 是不是一分为二了 那首先它是二 那么这个阴阳它本身是什么呢 它本身是对称的 那么这个对称是什么呢 又是什么呢 它是平衡 那么它对应的图形是什么呢 对应的图形呢 就是正方形 它就是一个方块 所以说呢 在那个永东基那个塞尔 它呢 就是专门写了一本书来描述这个方的特性 就是实际上就是正方形的这种特性 在数字方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二实际上它对应的就是平方 就是二次方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到了这里来讲的话 我们就基本上就在认识一经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知道呢 这个二贯穿的贯穿的这个全部 二呢它代表了阴阳 它代表了对称 代表了平衡 代表了正方形 代表了数字中的平方 代表了这个计算机采用的二经质系统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核心内容 然后到了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 我们用数字体系经研究这个一经的时候呢 就是平方加平方等于平方 那么它这个概念 我们去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平方加平方等于平方呢 它是像能量加能量等于能量 再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 就是颜色A加颜色B等于颜色C A加B叠加完之后等于一个新的东西 等于一个新事物 它是一个新事物 它是叠加完之后产生的新事物 这是我们研究能量的时候 研究能量和变化的时候 这个所采用的公式 后呢 这个方它对应什么呢 它在这个数字体系 这种更庞杂的数字体系 在理解这个方它是什么呢 它对应的是矩阵 对应的是线性代术 它发展出来的那种矩阵体系 我们当然进行矩阵 预算的时候 一个矩阵加另外一个矩阵 两个矩阵相互作用叠加 它产生一个新矩阵 那这就是我们研究能量的 这个所应该采用的方法 就是说呢 我们沟固定力验伸完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对应了这种 现在这种线性代术这种体系 就是矩阵和矩阵运算体系 这个矩阵运算体系 发展到现在的话呢 有正在发展那种视觉矩阵 世界计算就实际上是世界计算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矩阵运算 它就发展到这样的学科 这些学科在将来都会 都会有非常长度的这种进步 另外呢就是这个西方的 这个数学体系里头 发展出来的一些重要的经典的公式 都包含有平方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这种双曲线 双曲线这些这些曲线 比如说圆方程 它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R平方 它包含平方吧 然后我们看这个双曲线公式 双曲线公式仍然是以平方为主的 椭圆公式也是 抛物线公式也是如此 都是都是包含平方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万有引力 这个万有引力公式 这个万有引力公式 你看上面那个质量 M1乘M2 如果两个球体质量一样的话 是不是质量的平方 下面是两个球体之间的距离 是R平方 是不是包含平方 它为什么包含平方 然后你再看这个爱因斯坦 这个发现的这个智能方程 E等于MC平方 能量等于质量乘于光速的平方 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个平方 如此经典的公式里面 还是以平方为主 我们再看这个经典的 这个正态分布这个公式 这个正态分布公式 再看那个它那个里边的 那个公式还是平方 还是包含有平方 再看我们那个重力 重力就那个物体下落的 这个距离的变化 也是它是跟时间是成平方关系的 它是跟时间成平方关系的 它仍然是包含有平方 就是跟重力有关的 这个它这个它运动的这个距离 跟时间之间成平方关系 为什么为什么都这些重要的公式 都跟这个平方有关系呢 是因为因为就是说我们 我们所在的这个系统 它就是阴阳平衡的 我们易经的用阴阳平衡 它展这些公式 这些公式 它这些经典的公式 像正式展现出来了 这种阴阳平衡的这种关系 只是因为这些伟大的科学家 他们发现了这种平衡关系 然后他们找到了这个公式 实际上是说 实际上是就是说 我们还会在很多地方都会发到 发现这个平方的重要性 然后呢 讲到这里了 就是就是说 那个我们的五感 就是我们的五感的来源 就是当当这个圆头这种意识 它逐步的分离 然后逐渐出现了我们这五感 我们出现这种我们五感 我们曾经在某个这个主题面 说到过这个 说到这个 说到过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种 这种超 这种我们的这些感觉 我们的五感 它实际上是 也是逐步发展出来的 就是当源头意识 它逐渐发展出来的这种 这种这些感觉 就是说 我们有一天 就是说要 要搞清楚 搞清楚 这五感到底是什么 那个就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回溯 我们我们现在因为出于分离状态 我们因为出于分离状态 所以说当我们 当我们再再回溯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些 各种触感 各种各种感觉的这种 这种原因是什么 我们我们我们收回去 然后再回来 我们就可以去知道 我们的这些五感 它是什么 刚才呢我们在上面 就是谈了这个二的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对二的这种认识 对数字二的这个认识 那么就像是二的本质呢 就是分裂和创造 然后呢 这个就是二的 这个数字二的这个过程呢 它像是展现出来的 就是不断的分裂的 创造的这个过程 但是这个创造的 但是这个创造的过程呢 它是 它是一进行的创造 就是无极到太极 这个太极是什么呢 太极对应的 我们这数字体系里面 对应的是数字一 但是因为 因为它不断的变化呢 光用数字一来代表 这个太 这个这个 这个太极是不够的 我们要把这个 所有这个 这个整个诉说系统 纳入到一 这个繁筹里头来 比如说所有的诉说 都是一 我们不管怎么样创造 怎么样有多种多样的 这种创造 但是 但是的 它的本源是来源于 它本源是来源于 这个诉说 当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 我们要用诉说来研究它 并且呢 这个诉说 它诉说的这个本质呢 就是连接 是一种连接关系 是一种连接关系 是一种超时空的连接关系 这个诉说是什么呢 我问过这个宇宙时空访客先生 这个宇宙时空访客 他说 这诉说啊 它是 它不不 它不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特定的数字序列 符号 它是包括零以前和零以后的数字在内 但是根号和和平方的数字 以及微分等不在其中 简单的讲 诉说就是一 一代表了所有的一切 诉说是最简单的表达方法 不仅是数学的表达 也是一切的宇宙表达 包括万物在内 它的意义在于一和一切 简单的连接和相互之间那种关联 这个诉说可以用在我们的工作上 生活上 学习上 还有包括我们的专业上 可以进行程序设计 这个需要诉说的简单 需要诉说的简单 思维逻辑方法 可以调整人的心 可以提高人的思维方法 和思考的角度 并且可以了解思维的整个过程 比我们的思维还重要 就是说 通过我们上面的分析啊 我们就知道 就是其实我们研究易经啊 其实本质上还是要对这个诉说 和这个数字二 要有非常非常深刻的理解 就是当你去 当你就是站在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 你基本上可以把这个 这个你认知的这个框架 给它搭建起来 你可以用它展现出来的宇宙本质 它展现出来的这个特定的 这个全部的包含的模式 来去对比你当前所处的这个环境 来去指导你自己 其实它实际上有一种先天的模式在里头 当你掌握这种模式之后 你不需要去思考 你只要去照搬 照操就可以了 他所以说呢 反客说他的必需思维很重要 你你整个直接思来思去 其实就是在在在活泥 在这个在在在这种在自我纠缠 他一旦你去把这个诉说和这个数字二 他这个关系理的清楚了 实际上是你就把这个 把这个欲周的这个基本框架 演变的这种框架给理出来了 所以说呢 他比他比我们在这种混沌里面去摸爬滚打 相对来讲更直接更有效 根本就不需要思考 你就可以得到答案 就是说如果你把所有中所有存在的一切 全部都用数字来代替的话 那么你用用站在诉说的角度 和这个这个二分法的这个角度 去观察这个整体的时候 实际上它里面存在的那个模式啊 它是非常有限的 你可以把它理出来 这些这些理出来的模式呢 就可以指导你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 指导你自己 去了解这个整体 好的 就到这里的话 我觉得就分享完了 那个感觉分享的不是很好 这个 有很多东西没有说清楚 因为这个也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体悟的不够 体悟的还不够 另外一方面是 这个准备的还真是不太好 因为这个这个描述啊 我觉得还是很困难的 因为有一些东西 我实在找不出比较好的方式来进行描述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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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